今天直播 今天是修行累积福德 消業障 忽然有一天你抱怨 怎麽都是我在做 如何如何 做佛事有很多考驗 有很多遠跡 你就抱怨了 前面那些折掉很多 抱怨的严重一点 折光了还有罪业 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有办法跟毁法的 就是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对不对 这样就是很难救度 阿弥陀佛广设善巧方便 就是九品廉池来度众生 你都去不了 这不叫办法 来毁办佛法 再来就是毁法 就是说你今天学了这个 对不对 学了这个净土法门 或者就是有很多同修 你要请法 我为什么都跟同修讲 你要想好 我以后修这个法 我就是终生修持 你再来请法 修一修不信 对不对 那就毁法 或者是修着修着就觉得说 我修这个教法真的能解脱吗 生出这样的心 去不了了 所以 很容易就生这样的心 为什么有的人重病也好 在弥留的时候也好 旁边要有善知识 这些善知识 所谓的善知识 要一点智慧经验 要懂人心 王者现在还没断气 但是快走了 对三宝 对上师 对他所修的这个法门 还有信念 你就要去强化他 唤起他的信念 告诉他某某人还记得你的法名吗 当初你皈依的时候的法名 跟他讲 还有现在开始观想 齐请上师三宝的加持吗 阿弥陀佛显现了吗 来接你了吗 我们现在开始为你祝念 讲了他整个正念都现前 信心都涌现 这个人就要成功了 对不对 但没有经验的人 讲到快断气 前面都讲得很好 后面突然讲到 你家那台轿车 你要给大儿子还是二儿子 一个起烦恼又被你拉回 拉回三二道 或者说 对了 你太太这么年轻 她可以改嫁吗 这下完蛋 去的也讲了 你太太 我们会找到场的女众带她来听经 就把她像亲姐妹一样照顾一生 都让她学佛 所以你现在也要念佛 一定要求生净土将来你们才能相佛 你的小孩你别担心 我们就是劝她来学佛 大家轮流照顾她 讲了让她都可以万元放下 去平常都光讲错话那种同修 有没有 为什么同修平常都乱讲话 我都是很不高兴 因为我觉得你遇到真的事情来的时候 你派不上用场 有的时候你还会造业 所以有的时候 要有一点智慧经验 还要镇定 要有善巧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